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探索德政发展的根基与土壤 至礼作乐 敬天保民 这其中关乎一个小国是如何崛起奋进 我们将从一片国老的土地出发 去探索一个以人为本的皇下民族 他的精神动力之源从何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鸡 一座沿卫和两岸渐气的城市 狭长的城区 老城与新城纵向延伸 写满了历史和现代 这里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曾诞生了周、秦这两个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王朝 也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开始 我们说看中国来宝鸡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呢 还是由于我们面前的这一件青铜归宝 何尊 首先我们说的何尊 浮雕的瘦面纹是 边角挺立的飞冷 暗黑色胎体上 散发出动人心魄的凝丽之美 何尊于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时出土 多年后 当文物专家试图清除他内部的孝季时 意外地发现了119字名文 经过破译 何尊名文中出现了目前可考的 最早的中国译词的文字记载 宅资中国 何尊名文里的中国是目前两个字 作为一个词组出现的最早的实物记载 宅资是举注的意思 这里的中国呢 代表着方位 就是国家或者天下的中心 三千多年的一天 周成王为了悼念自己的父亲 周王朝的开国之君周武王 进行隆重的祭祀 祭祀中 周成王特意对一位 叫何的宗宗贵咒进行训告 何 你的父亲 曾追随文王 文王受上天大命 统治天下 古王灭伤后 则告继于天守 要宅资中国 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 何特地制作了这件同尊 以示铭记 这便是何尊的由来 今天 当考古专家们 在研究明文时 除了中国二字 另一个字 也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因为这个字的出现 代表了三千多年前 一种新政治理念的出现 这就是 为王公得玉天的得字 据专家考证 殷商时期 甲骨文的得字 与何尊明文中的得字 在书写上明显不同 殷商时期的得字 左边一般用来表示行走 右边是人的一只眼睛 意思就是 看见了就直着走过去 获得它 而从甲骨文中 我们可以得知 德字 德字 往往与乏 一起使用 意味着在战争中 活得奴隶和财富 因此 因此 何尊明显的得字 只有一个含义 那就是得道和占有 没有任何道德的含义 但是何尊明文中的得字 在底部多了一个星字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一般都是重要的礼器 每一个明文都是经过了当事人的仔细推敲 这说明 这说明多此一星绝不是古人的无星之举 那么这无星和有星的两个德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何尊制作的由来 与周王朝的建立和日趋成熟息息相关 根据明文的记载推断 何尊的制作时间 距离周武王祭拜殷商建立周王朝 仅仅过去了不到六年 对于商人来说 王朝的覆念 是一个无法接受甚至无法理解的结局 在他们看来 自己是天命的使者 怎可能败给依靠农耕为生的弱小族群周呢 四百多年后的春秋时代 孔子这样总结了商人和周人的天命观的差异 因人尊神 率民以示神 先轨而后礼 周人尊礼上师 是轨敬神而远之 近人耳中言 周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和商朝相比的话呢 主要表现在德政理念和民本等思想上面 两种文化对于生命个体的尊重也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晚上以后 商人把这个宗教文化偏激的这一方面 就是推到极致 应商统治者在天命的掩盖之下 将任何逆行道士的作为 视为顺理成章 这也就不难理解 看见了就直接走过去获得它 这一应商时期得字的最初本意了 在三千多年前的世界 无论对商的统治者 还是周人而言 上天的意愿及天道 都是不能违背的 但对于上天和天道 周人对此的理解和做法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少公姬氏是西州初期的重臣 对周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少公秦政爱明 清政廉洁 他曾写下 吕敖一文 用于劝诫武王不要沉眠享乐 文中写道 冥王盛德 西夷贤兵 人不义务 唯得其物 这段号意思大致就是 盛名的中文网 十分主重提高自身和他所领导的 政治集团的道德修养 西州是在陕西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 理一字帮 人一字帮 所以四周的这个部落 四周的民众都忘分前来了是 偷奔中文网 也就是义德服众义德服人 在吕敖一文中 少公明确地提出了德政的政治观点 而西州初期的另一位重臣 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周公 则更全面的阐释 并实施了一系列德政政策 在西州建国不久 周武王因病假崩 年幼的周承王即位 周公以摄政王身份辅佐幼主 在摄政期间 周公曾写下多篇政论文章 詳细阐述了西州的政治宗教改革 以及德政的施政方针 在多事一文中 周公表达了周王朝的天命观 解释了 我小国敢议阴命的原因 皇天无亲 唯德是父 这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 无论是下朝的统治者 上王朝的统治者 他都强调天命 他都强调军权神兽论 所以西州这一个统治者 必须为自己推翻殷州王朝 暴政皇淫的统治 寻找理论基础 皇前无亲 唯德四父 这个上天不亲近谁 也不疏远谁 他自是扶持那些 自身道德修养 比较崇高的人 或者政治集团 如果这个人间的统治者 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那么你就会失去签名的 武王凭借周公一年就乱 二年可阴 三年建阎 四年建侯卫 五年迎成州 六年至离岳 七年至正成王等诸多功绩 才得以安邦平定天下 局势稳定后 周公在原来殷商都城昭歌所下的区域 建立了魏国 并封封给了武王的弟弟 封 在封前往魏国之前 周公写下了讯文《康告》 进一步阐述了德政的施政方针 康告的目的是安定英明 全篇主旨是明德盛法 文中反复强调康明 保明 御明 告诫康书要勤勉从事 不可贪图安逸 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 只有做到明德盛法才会顺应天命 所以西州王朝这个统治的理念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 敬前明德 保明 慎法 而敬前明德这是理念 慎法是它一个落脚点 在治国的时候 在使用刑法的时候 要谨慎宽缓的使用刑法 不能是像印度王类 是烂杀无骨 随着政治局面由动荡走向平稳 周王朝统治者 德政的思想和政策 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种自上而下 深入内心的变革 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共鸣 于是一个带有新的德字出现了 说文解字里边把这个德解释为 外德与人 内德与己 其实周人知道 当你无时无刻 不去端正自己的心和行为时 你外在的表现就会令大家幸福 所以你内在的德行决净了你外在的修为 一切都源自于你自己的这个心 这就可以理解和尊上的德 为什么有心 一个字的变化背后实际上折射出 王朝的更替是哲学思想 政治理念和宗教观念的改革 周人提出的德 比商人的德多了一个心字 我觉得这指的就是人心 新兵总书记反复指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人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就是人民的心 这也反映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其实对德的研究 早在文明初始的夏朝初期 便在中华大地上被众多圣贤之士拿来讨论 在尚书 渔书 高遥里曾有过这样的记录 什么叫九德呢 宽宏而又坚力 柔顺而又拙力 謹厚而又严功 多才而又敬慎 驯服而又刚毅 正直而又温和 坚毅而又方正 坚强而又合宜 要明显地 任用具有九德的好人哪 这是两位伟大政治家的对话 对话的双方 是治水有功的大禹 而被称为中国司法鼻祖的高遥 可见 大禹对德的要求 虽然看似叫朦胧和灵散 但早在四千多年前 华夏文明的初期 执政者就已经把它 作为考核部落管理者的重要标准了 1974年出土于堡基市福丰县 令所有专家吃惊的是 在施在鼎的腹内壁上 处有196字明文 其中 关于德的不同表述 竟然多达七种 经过破译 这七种表述 分别是品德 美德 通达之德 妥善之德 大德 刚正之德 和流芳之德 代表七种不同的异韵 以至于学界普遍认为 施在鼎的明文 是西州青铜器中 关于德政思想 记载最为典型的一篇 从何尊到施在鼎 而这铸造时间相差不超过一百年 一个是西州经文中最早出现的 加了新字的德 另一个则以七种方式对德进行阐释 这无疑体现了克大义商的小邦州 在日益繁荣强大起来后 其统治者满满的自信 以及对道德文化的坚持和信守 从此凿破鸿蒙 破除了神权智商的社会氛围 开始了有众神权 众神士 像众人士 众名士的一次重大转折 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 凯天辟地的一次思想解放 而此时 何尊于施在鼎明文中的德字 那个创造性加上去的心 显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庄重 但谁又能知道 这个心字从无到有 谈何容易 这是周人在数百年间 经历了颠沛流离和历经图治 才最终悟到的 总观人类文明史 无论是距离坐标起点的两河流域 还是东亚的黄河 长江流域 以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 河流的冲击扇成为了古人类定居发展的优先选择 从而最终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渭河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 在他与支流金河交汇所形成的夹角处 台原之上的数百平方公里土地 就是被称为周人老家的周园 这里却深埋着一段所有中国人不能忘怀的历史 根据《史记周本记》记载 周人是皇帝的后代 他们的先祖后继 曾经是姚舜宇时代主管农业的官员 商朝无以致政的时代 因为游牧民族的稀扰 朱布族开始背井离乡 希望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沃兔 我们的物与嫉折 后祭去诵读 看走吧 陆家说 旨是老天下 整空之后 不需要平坟 巨石来说 等等 其中�作这些 lays 三千多年前的一个清晨 一对人扶老邪幼 出现在位于今天宝鸡骑山的静阔岭 走在最前面的是周部族的第九代首领 他的名字叫做鸡胆 后世尊称他为骨公胆腹 当骨公胆腹 翻越了双峰对峙的山口 眼前的景象让这位首领赞叹不已 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在渴望安定的周人眼里 广阔的田野是适合农耕的绝佳选择 即可交下的周族人 摘去地上的苦菜冲击 也许是结束长途跋涉的喜悦 也许是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 让这里的苦菜吃起来 也变得如蜜糖般甘甜 诗经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在其免疫篇中 这样记载了这一诗歌 古风难赴 来昭走马 帅西水浒 至于起下 缘起僵女 欲来须语 周远如武 寂乎如頤 缘是缘欧 缘起我归 我想问一下您 周远五五它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周远五五这个五五啊 是形容周远这个地方啊 土地特别贼物啊 什么植被啊 种在这儿它都会长得像高粱液一样的丰满 香甜 在诗经的记载中 周远对于颠沛流离的周部落 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 他接纳并拥抱了这群未来的开拓者 武功胆负带领族人 在周远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在广旺的周远大地上 修成土地 建沟筑区 营造成意 在宝鸡市祁山县 考古专家发掘了一座周远上的早期宫殿遗址 被称为中国遗址的最早 也最完整的四合院 奉出遗址 这块陶片 就是西州时期的陶片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我们周远遗址的核心地区 周人古宫淡赋 到祁山到周远来的时候 他是通过占卜 来确定他们这个 所居住的这个地方 确定的这个王宫居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在的这个地方 作为最有力的考古证据 奉出遗址 向世人揭开了那段历史的真相 周部族自此不再颠沛流离 武功胆赋在周远的土地上 再次建立了周部族的家园 曾经未名的土地 在开拓者的耕耘下 永远改写了历史 周远的名字也自此流传于世 周人在周人之上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一年一轮回 土地对作物的孕育 让他们明白了天道酬情的道理 在古代 龙庚文明跟游牧渔猎呢 是大不相同的 龙庚就让周人意识到 你的回报完全在于 你对自己的要求 你付出的多 回报就多 这是成正比的 但是呢 游牧渔猎就不一样 你等一天两天 可能就没有猎物 没有收获 就是说 付出与回报呢 背定成正比 这对于劳动者来说 就可能要完全迷信 天神的力量 而且两种文化 对于生命个体的 尊重性上来说的话呢 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今天 河南安阳的殷墟 黄土之下 考古学者 发现了大量的人际坑 被残杀的骸骨数量惊人 殷商王朝 在宗教祭祀过程中 大规模地使用人际 这种血腥的习俗 必然需要大量的人 来充当人生 受到鬼神文化驱使 殷商的统治者 却对这种残忍的行为 视为常态 你到英雄期看 这个祭祀坑啊 什么乱七八糟 他多 但是要商代晚期 这个杀人杀动物 这个东西就是 好像毫无节制 就没有生命一样 就随便想杀就杀 残酷无比 就是他们把这个宗教文化 它有点迹形的发展 也可能组持了 当时这个 商王朝的往前 往更高文明发展 所以周人就把这个 东西给改变了 商人与周人的墓葬 存在很大的区别 首先商人它不仅仅 会使用到牛 羊 狗 等作为陪葬 还会使用到训人 而周人 众人于天 众人倾天 把人与力放在天命之上 人与力是最大的 你要走到英虚 看了以后是一个场景 你跑到周人的独城 就封毫 找大的祭祀坑 没有 这么发掘 也是几十年的发掘 没有 给人感觉 周人把人当人看了 原始薛星的文化习性 一下子改变 周人没有了 用心待命 用心获取 心怀敬畏 在周人大地上 近百年的岁月里 周部族 毕竟几代人的努力 在勤勉务实的农耕中 以名为本的德政思想 静润无声 日渐成行 一个曾经濒临灭亡的小部落 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三千多年前的某一天 远在西部的周地大陆上 渔国和瑞国的国军 步履匆匆 他们此行的目的 是相约去朝西伯平里 一直以来 于瑞两国 因为边界上 一块附属之地的归属 屡次发生争执 甚至闹到了商都昭歌 也没能得到解决 这一次 两位国军 一同来到另一个诸侯国 周 邀请德高望重的西伯平里 西伯 正是此时周的国军 武功胆负的孙子 吉昌 鱼坠两位国军一入周境 只见耕田者 互让地盘 真名礼让长者 一派祥和气息 两位国军对争地的事情 感到十分惭愧 立即返回 把争议之地 按咸田处理 不争不强 称为咸园 这个宇瑞之诵 成为一个婊子性的世界 这一年了成为 这个西白昌 寿命元年 所以整个社会表现成 文明的景象 《诗经》的黄义片里面 就有过一句赞美之词 就是赫赫尊重 万邦之方 说的意思 中世行人政之后 社会一片和谐 是万国 都以周围效法的榜样 从古宫胆负来到周远 到西伯侯鸡昌 从农耕中 积蓄精神养分 到德政思想萌芽 此时 甲骨文上的德字 在写法上 虽然还没有变化 但周人 用他们勤 连明本的政治理念 为他添上了一个 无形的心 中文王 正是依靠自身 道德修养的 这一个崇高 成为忠望所归的 反上联盟领袖 实力的是 日益增强 增强到什么程度了 三分千下 七二贵重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 周温王 积称的儿子周武王 率领反商联军 一举击败了 商周王帝心 周朝 一个中国历史上 成前其后的王朝 正是周上 历史舞台 而对于这个新生的王朝 面对如此广袤的土地 从周人走出的执政者 将会用怎样的方式 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呢 通过研究 考古学者们发现 在目前已知的商代青铜器中 酒器的制造之精 数量之大 后世罕见 考古专注 《银州青铜器通论》中 把商代青铜器分为四大部 共五十类 其中酒器就占到了二十四类 由此可见 商代人对酒的嗜好 殷商墓葬里出土的大量酒器 这正是当时社会上饮酒成风的真实反应 但是一到西州的墓葬或其他的遗址里面 我们发现酒器的数量明显少了起来 我们还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 也就是州代的很多酒器 不是州人自己制造的 而是商人制造的 州人又给他加了一个盖子 重新使用 这件青铜器出土于清代晚期 是被称为晚清四大国宝的大鱼顶 大鱼顶出土于周康王时期 其附内壁著有名文三段 二百九十一字 名文第一段 用较多文字记录了周康王对鱼的训事 商人纵酒 是周兴起和商命王的原因之一 饮酒也许只是商人的生活习惯 但新兴的西州统治者 却把它上升到了 事关国家新王的高度 尤其是周公 对饮酒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 他专门撰写了酒告一文 文中明确规定 饮酒是大乱丧德 王国的根源 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 对于那些聚重饮酒的人 要予以重罚 甚至抓起来杀掉 由此不难看出周公强硬的禁销手段 酒告的发布 他释放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 周王朝 他开始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立规矩 所立的第一个规矩 就是禁酒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中国共产党 历经百年艰难曲折的奋斗 正是靠着讲规矩 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如果没有纪律和规矩的约束 就难以担当起 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任 对于小邦州的新生政权来说 如何用自己很少的人口 来统治广袤的中原大地 仅仅靠割出既有的陋席 是远远不够的 这成为了西州政权 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完成了评判和重建的诸多工作之后 周公用数年的时间 制定和推行了礼乐制度 礼并非周公首创 但作为一个新生的王朝 周的统治者 秉承着与英商截然不同的 政治理念和宗教观念 那么周王朝要做的礼 也与前者有着本质区别 它就是流传至今的周礼 2020年11月12日 一场由宝鸡市周礼学团 领先主演的 师律音乐会正准备上演 在周礼之乡宝鸡 礼乐表演 是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因为观众知道 眼前的周礼不仅是昔日的传统 更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 隐藏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周礼的设立 试图以一种新的稳固的社会文化 建立符合德的社会秩序 德是周礼的核心 周礼是德的载体 周公制定的周礼 规范了国家每一位成员 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 即使是吃饭所用的食器 也有严格的要求 根据《公养还宫二年传》中的记载 天子九鼎 诸侯七 大夫五 元氏三 这说明用餐的人 社会等级越高 使用鼎或鬼的数目也越多 当然 要注重的礼仪要求也越复杂 参与会餐的宾客 也可以通过食器的数量 列顶的制度 来判断出每个人身份或官职 列顶制度 实际上是理智的一种反应 就是你个人的道德修养 不符合理智 如果是不忠不孝不友 那从诸侯极望下 的楼里贵族都要受到惩罚的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德不配位必有在样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利 有大德方能成大业 道德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领导干部要民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要多访民生 多听民意 多解民忧 在流传至今的周礼中 我们还发现 它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规范 在国家统治者的管理方式上 还有着严格的制度 这就是敬礼与聘礼 诸侯面见天子的利益 被视为敬礼 敬礼的重要环节 是诸侯向天子贡献方物 并汇报蜀国的政绩 而天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对诸侯进行处罚或者奖励 而聘礼 则是天子巡视诸侯的礼仪 周礼规定每十二年 周王或使者 要巡守一次诸侯国 通过详细询问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情况 对诸侯国的国君进行考察 敬礼和聘礼是西州中央 和地方联系沟通的重要方式 换句话来说 也是西州王朝 治理地方的一种行政模式 这一种行政模式 是周签子通过这两种制度 对诸侯国的进行管理 欲监督监察对行表彰或者处分 所以一个是对下的监督监察 一个是对上的服从和效忠 所以一上一下 一来一往 中国最早的监察制度 就由此蒙肃 从敬礼和聘礼可以看出 周王朝的德政之道 达到建国以来 从未有过的高度 已经不仅仅单纯依靠 德誉教化和自我道德的约束 而是出现了 以监督与鼓励病重的制度 并以礼的形式体现出来 周历 天官中载中记录的六连 就是同时期提出的 系统化德政要求 以连善为基础 要求官员 必须以善德 高效 敬业 公正 守法 民病为标准 官员若能达到 这六个方面的要求 才是合格的国家管理者 方可被称之为 贬 所以连呢就是 人在这个取得的面前 这种考验面前 这种诱惑面前 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连呢就是无私 天地是无私的 政治人物就应该是无私 连代表不贪 连还代表什么 不贪味 只有敢做事 敢作为 敢担当的 才对得起 连这个字 周理就如同一把池子 时刻度量和约束 不同阶层的人 在周理的推动下 西周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盛世 成康之志 史书上曾形容 成康之计天下安宁 行错三十余年不用 靠德智赢得天下的周王朝 通过理智的建设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峰 在周王朝的统治者看来 理智的奉行 是教化万民 天下稳固的唯一根本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和观念 都是在相应的时代土壤中孕育的 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前行 理念和观念 如果不能完成自我丰富与成长进化 那任何朝代最终 都将与时代的轨迹 渐行渐远 三千多年前 周王朝的统治者 将德政作为了自己的政治伦理 推而广之 把孔德 安德 胡德等七种道德要求 刻在了青铜才智的施在顶上 而使其流芳百事 但周王朝的天下 真的能永远安宁 江山万代相传了 义士将会给出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